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技术中林,欢迎来到今天的英超巡礼 我们目前为止呢,仍然在第七,具体的游戏规则呢 请大家详看第十一期或者第十二期节目啊 视频的链接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简介下面 另外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指证 大家发现我用的这个突雷,数值是这个80 我应该一开始本身想用它这个78那张普通的卡吧 可能买的时候出现问题了,让它上一场比赛 违反的游戏规则是在不好意思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把这期节目把它替出去 换回这个奥诺华就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们稍微调整了一下阵容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动 主要还是为了这个体能考虑吧 后来换上了斯莫林 这张黑卡斯莫林真的非常好用 然后还有第二笔 左边呢,用上了瓦雷亚右面是马克贝奇 前阳永远是拉米雷兹,他已经商誉了 前方女人科娜威尔贝克 看他们俩表现怎么样 好了,我们进入这期节目的第一场比赛了 来看看我们第一个对手 队伍数值有84,然后阵型的433 是一套英超的阵容 也不全是 右半边呢,应该是德甲 左边用上银卡一个队员 我不是很熟啊,我没有用过 然后中场其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个防守偏弱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一些漏洞 阿米雷斯 终于33分钟 帮助我们取了一位球的领先 一个包肉,晃开这个 扑上来的方向队员要打进脚 我们将没有任何机会的一个球啊 非常棒 漂亮 维尔贝克2.0 这个球还是很磕磕磕磕磕的 然后马尔维奇在出底线之前 还是把这球抢回来了 然后L1加川中 维尔贝克抢在门将之前 把这个球顶见了 漂亮 挑战在壳内呢 漂亮 后卫失误 我被进过很多这样的球啊 就是一个挑战过去 后卫本来拿到的球 但是如果你不直接结论一个门将 或者自己想停下来的话呢 很容易这个停给铺上来的这个前锋 这个球也是这样 壳内减了这个球3-0 3-0 哈 竟然打偏了 柯内我想做给拉梅兹的 你们看门将出来了 郁门 柯内他压力还是比较靠上的 挑射 啊 好了 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后我们呢 取得了3-0的胜利 也完成了一个解锁奖励 我们就可以去开一个7500卡包了 但是呢 没有人完成帽子洗法 我们来看看这个卡包怎么样 希望 能破我们记录啊 跟我们一些不错的队员 没有 维持我们很垃圾的记录 没有任何不错的队员 再看一看吧 这个银卡的这个 又后卫又不知道值不值钱啊 速度还是偏慢 上去呢 又是这张 又是这张金卡 维斯开的照片有享乐 也可以把这个白的屁下去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也不是什么高热度的事情 剩下来也没什么 一些体能卡啊什么的 我们又稍微调整一下 后卫换上了奥诺华 后卫换上迪奥迪 左边布拉西 用了麦克瑞迪 然后前腰恩作比亚 两个前锋呢 萨拉特和科内 两个前锋虽然数值很低 而且陪我们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两个前锋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超级好用啊 好来看看我们这期的第二个对手 又是一个英超的阵容 4312 然后还是很强的 前面速度移动范贝西 前面用了恶奇尔 中场配置也非常合理 后防线速度稍微偏慢一些 但是两个人的防守站位都是不错的 而且门将也非常棒 磕内 哇 竟然被门将扑到了 唉 恩作比亚 穿来磕内 再穿给中间 竟然没有穿到 哇塞 不可思议啊 我还想把人把夜球送进呢 去塞恩作比亚 挑射 高了吗 哎 横梁 科内不进吗 哎呀 科内了 杀进来 射门 哦又是李珠 萨拉特 又是门将扑到了 啊 漂亮 终于进球啊 萨拉特33分钟1比0 我们打了已经不下5次嘛 至少 而且感觉有三四次绝对的机会 就是不进球啊 竟然是迈克艾迪吧 直塞给这个萨拉特 然后 抢在门将碰到球之前 把这个球捅进了 磕内 漂亮 镜头都没有跟上啊 2比0 哎 我发现它后卫突然两千压了 所以呢 我直接就挑船在磕内 感觉还是有机会的 正好不入味 非常漂亮的一个阐射 非常愉快 非常愉快 对方一个挑船 我们貌似是 偷被垫了一下 斯莫林 然后门将门拿了这个球 哈 哈 可以右边空啊 哎 仍然没有射进 还越位了吗 应该是越位了吧 这场比赛最后我们 只取得了2比1的胜利 一开始2比0的时候 我还觉得我有机会呢 至少能进这个 四五个球 没事还有可能 完成帽子戏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越踢越乱 因为对手可能把这个阵型压的 比较靠上 我感觉后面有空当 可是每次传过去呢 那就是射门的时候 非常奇怪 总调整不到舒服的 这个射门的角度和位置 最后呢 只进了两个球 自己还差点 自己还误容了一个 不是很满意的一场比赛吧 索性赢下来了 可可惜 没能解锁任何奖励 好了 我们又稍微调整一下阵容 也是为了保持体能吧 我们开始第三场比赛吧 好了 看看我们这期节目的 第三个对手 对手值79 这行的4212是一个美国大联盟的阵容 很有意思啊 这个前场其实还是不错的 其实中后场偏弱 我个人觉得 尤其是后场几个人啊 进攻的期上不去 应该防守也下不来 萨拉特 打进脚 能这样又扑到了 打圆脚其实是想 这一球 三达特空球的时候被对方铲倒了 红盘吗 哇哦 我还说呢 裁判在那站半天 什么也不干 没想到把他罚下去了 非常好 对我们非常有力啊 其实 用不了给一辆红盘吗 又不是背后铲球 尺度非常乖 啊 差一点点门脚铺到了 麦克伊 哎呀 做过射文的时候还是被干扰了 萨拉特 漂亮 1-0 终于单刀进球了 这期节目浪费了n多个单刀 不知道单刀该怎么踢的突然间感觉 不是随便射什么 为什么就不进呢 还好 这个球打进了 打圆脚 53 spin 漂亮 2-0 漂亮 这还是一个不错的球 猜到了他每一个动作 把梅兹一个spin 晃开 再一个borel晃开他的这个铲结 然后在他第二下铲球之前呢 把这个球打进了 能见啊 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啊 非常棒的一个球 spin 点球 漂亮 没想到第一时间做出来了 非常棒啊 因为大部分时间 队员做这个 第一时间跟假动作的话 可能做不出来 变成波球什么的 所以从这方面看呢 这个 瓦雷达这个空气还是非常棒 打了一打圆脚好了 啊 打偏了 这个 射点球的话 力量大小 跟这个方向的这个移动的快慢 是有关系的 我跟他轻轻挪了一下 没想到已经飞那么远了 可能力量选的太大了 哈哈 假扣 射轮 漂亮 三比零 还非常棒 最后时间还是拿到了三加以上进行球 跟一个外界锁 一个金卡的卡包啊 没想到我们签邀进那个球 他找到另点就给签邀罚了 为什么他发进呢 试试呢 真的是难料啊 非常棒 一个假扣 晃开角度 我们那样出击之前 找到一个细缝把这个球捅进了 好了 我们这场比赛取了三比零的胜利 然后拉梅斯进了两个球 萨拉特进了一个球 还ok吧 我们另外应该也升级了 拿到了这个 第七title的5000块钱的奖励 非常棒 我们接下来去开一些卡包吧 应该可以开四个啊 三个是给这个升级奖励 然后一个是三加以上的竞胜球 看看我们第一个卡包怎么样 让人很烂啊 也不算非常烂吧 其实就是非常烂了 没有不错 队员卡罗尔也拿超级应该难用吧 剩下就一些合同啊 体能卡啊 什么的 不过这张shadow的country 应该值一些钱 还是不错的 我才注意到啊 这个shadow的country 已经被这个价格压到5000 原来动不动就应该七八千起吧 这是没有话了 这张怎么样 贝尔巴托斯 还有这个 应该怎么读佩莉嘛 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什么也一般 不知道这个77这个数值怎么加出来的 你看卡片上各个数值都非常惨啊 感觉有的感觉还不如银卡对吧 怎么就加到77的呢 其他的呢 有什么不错的吗 也没有的 让人很烂那张卡 好了来看看我们第三张卡 耶 我们开了那么多卡包了 这很差 很差很差很差啊 第四张卡 哇哦 瓦罗约 不过 蓝尔队友本来想用的这张这个图雷的 这个78这张原始卡 不过也就不需要了 我们下期就应该解锁数值79的 来自这个英超的金卡队员了 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数值非常不错的79的队员 可能推荐给我 好了这期节目啊 暂时就先到这里吧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